换了将近十年都没舍得做的料子 今天一刀切开是惊喜还是惊吓 这个料子是当时我在14年的时候 在腾冲感激的时候收的 当初就是拿不准这个色的走向 所以说不感动 看起来现在这个色是往后面延伸了 今天的第一刀就是顺着这个大猎 给它切下来做一个小挂件 也是缓加率的 第二刀我们就顺着这个色的边缘 带一点点黄雾把它切下来 看一下这个色有没有衍生到后面 我看起来这个有点玄 然后后面我们再把它排行稍微归一下 就可以雕刻了 这个料子第一刀切得有点伤心 中间又跑出一个链还挺深的 所以说第一个方案行不通了 只能说整件来雕刻的来设计的 然后后期的这些瑕疵 只能在工艺上慢慢的来调整的 这个盖子几乎是没什么愿了 然后整件作品还是以这个为正面的 因为那个色也比较的多 然后黄雾相对也比后面的要好一点点 然后我们的计划做一个体材就是 Spanohana 因为这块料子的裂还是有点深的 不知道有没有贯穿 最后料子能做出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哎呀这个料子啊 裂没必清楚 它做的做的就掉下来了 现在就变成两个了 还有一些边角了 然后这个料子啊 现在要改一个方案了 就是利用这个黄雾的位置设计一个光阴 把这个白面的位置做成竹子的那种叶子 然后色的位置我们就做竹节的 另外一个它这个料子的水度还是挺不错的 中间这个色我们想做一个主体 然后把边缘的黄雾给它包裹设计起来 小的这一片嘛 然后也还能月做一个那种鱼镶嵌一下 色也挺不错的 现在一件作品变成三件了 我们直接接着开工了 这下 eens一个程序 再来吧 好 好 好 大 好 是啊 习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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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